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Ada 疫情席捲中國之際 1月8日中共大幅放寬出入境管制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邊防檢察管理司司長說 1月8日至12日每日平均出境有24萬人次 較開放出入境管制之前上升了43.3% 攜程集團發表的2023年春節旅遊市場預測報告顯示 最受中國旅客歡迎的十大出境目的地 分別是澳洲 泰國 日本 中國香港 馬來西亞 美國 新加坡 英國 中國澳門 和印尼 其中 中國農曆年期間 到墨爾本的旅遊訂單同比增長超過50倍 曼谷增長超過10倍 同程旅遊數據就顯示 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機票訂單量同比增長628% 當是2020年3月以來的高峰 其中入境航班訂單量佔比48% 出境航班訂單量佔比52% 當日通過同程旅遊預訂機票的中國出境遊客 飛往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座城市 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出境旅遊 但卻沒有引起當地疫情快速傳播 旅居在不同國家的華人向本台表示 當地疫情沒有上升反而下跌 病毒似乎是針對中共 同一種病毒似乎有兩種表現 中國疫情洶湧 感染率屢創新高 死亡不計其數 而其他國家就無風無浪 旅澳歷史學者李玄華1月20日表示 中共開放之後 中國人來了之後 澳洲的疫情沒有變化 據谷歌7天感染人數的平均數據 澳洲1月1日是7734人 8日是10581人 19日是3537人 中共1月8日開放之後 中國人到了澳洲之後 當地的感染人數不僅沒有升高 反而還大幅下降 李玄華表示 澳洲之前也封控 Omicron傳播時間開放了 有很多人感染 但是症狀比較輕 死亡率和重症率也不高 社會沒有太大變化 李玄華說 中國就比較特別 同樣是Omicron 一夜之間全國盡量 中共也有意給它傳播 但是傳播速度 在醫學上就無法解釋 很多人都沒有出門 甚至沒有下樓 不知道為什麼會感染 中國重症和死亡率 比澳洲高很多 由表面上來說 中共準備不足就開放 有長期病的人 煞時間就感染 得不到救治 醫療不發達的地區 尤其是農村地區 更是這樣的 李玄華說 可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很多人沒有認清中共 他可能相信中共那些所謂的宣傳 自己糊塗糊塗就去世 我覺得很多人還沒有認清 病毒其實是針對中共而來的 那些跟隨中共 還不放棄的人 其實就最危險 李玄華認為 中共在國內疫情爆發之際 大開國門是很不善良 一般來說 本國大流行的時候 都要限制出國 在國內也不要太多走動 流行越大 危機越大 措施就要嚴格 而中共是反方向的政策 自己大流行的時候 反而將所有的規定 要求全部取消 很不負責任 不理會世界 如果說中共是有意傳播 也說得通 旅居紐西蘭的華人醫生 譚美向本臺表示 疫情大爆發之後 中共開放國門 有些國家怕疫情再次爆發 採取了一些措施 也有很多國家對中國人躺開大門 紐西蘭開放國門之後 疫情不升 反而跌 據谷歌7天感染人數的平均數據 紐西蘭1月1日是4567人 8日是6343人 19日是2,740人 紐西蘭感染人數持續下降 譚美說 從傳染病學角度來說 如果不讓中國人入境 新變異毒株就不會傳入 紐西蘭躺開了大門 從國家數據來看 對比2022年感染的人數和死亡人數 還是大幅度降低 在她看來 這個現象 和傳染病學推論是不一致的 但是醫生出身的譚美 有她的解釋 她說 按照人體的科學來說 有一種測人體能量的級別 人在心情好 愉快 道德高尚的狀態下 本身的能量級別會很高 而那些負面情緒的人 能量就很低 譚美說 病毒的能量級別也很低 紐西蘭人比較純樸 相比之下 這些國家的能量級別比較高 那些攜帶病毒的人 到了紐西蘭之後 他們的重症感染率和死亡率 不會升高 道德越高 人體的能量越高 殺滅病毒的能力就越強 譚美認為 中國疫情嚴重有她的特殊性 共產黨治下 無神論政府 強迫全民不信神 人生存有錢就好 沒有注重提升道德 整個社會的能量級別比較低 呂泰華人洛先生向本臺表示 泰國經濟非常依賴旅遊 中國旅客在高峰期 佔市場接近三成 因此泰國政府 一直希望中共打開國門 洛先生說 1月9日起 陸續來了不少中國旅客 當時泰國副總理大隊歡迎 中共在國內宣傳 說是貴賓待遇 結果中國更多人湧向泰國 18日起 全國各個熱門旅遊城市 陸續有首批中國航班抵達 洛先生說 泰國民眾也知道 中共的疫情恐怖 死了很多人 也很擔心 但是民眾為了生活 也沒有太大反彈 現在泰國疫情沒有升溫 有專家呼籲學生 不用戴口罩 也不強制打疫苗 民眾在防疫方面 是比較自由的 陸先生認為 泰國政府向來親共 但是民間就對中共沒有好感 泰國對中共太接近不好 可能會帶來國人災難 如果泰國沒有疫情大爆發 或者說明 這個病毒最終 只是在中國起作用 只是對中共起作用 鄭先生說 馬來西亞政府之前通報說 中國的新病毒已經傳入 但是馬來西亞當地的疫情 就見不到升溫 據谷歌7天感染人數的平均數值 馬來西亞1月1日是420人 8日是405人 19日是302人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臺記者 夏松 李韻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這件事是《紳士國聽新聞》 由於是 再次上次,この《紳士國聽新聞》 請大家按照